上一期说到我们遇到了无敌将警帝王铁塔房 遇到了诈骗 遇到了要求我去城堡入住的复活鬼咪 鬼咪描述她的复活鬼咪 买了一个城堡只住了4天 平时城堡是偶尔用来办办活动什么的 开始我以为复活鬼咪只是开开玩笑 但直到她给我发了城堡的链接 我 我 what 啊 就是 雷三个 这个感觉就是兴奋之余 还有点不太好意思的样子 所以当时我还是跟鬼咪说 先考虑一下 但这个事 没完 这么巧又真正在这个时候 有个中介告诉我 有一家在巴黎宇宙中心 春天百货旁边的房子放租让我去看 去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前几期看房的视频 有观众留言说了 有一位20岁的亚裔女性 在法国看房被分尸的故事 但当我到达后 这种担忧就 烟消云散了 因为如果房东今天要分的话 这个工作量将会相当巨大 一条腰 有对了 杀给一条腰哦 今天不算前面走路的 我们现场已经有二三十个人 有法国中介 中国中介散客 和信度中介 非常international 我们分批上楼 我是最后一批到的 上楼后可以说是 惊呆啦 你看那个门 我这么矮 都要低头走进去 什么门啊 房东一米七多 头顶都快顶到天花板了 还在给我们介绍 它的设备是很优良的 更离谱的是 我这个身高 我的手都没伸直 就可以碰到天花板了 呗 心情是越看越差了 我已经不想管它多少瓶了 反正是20多瓶 要1100欧左右 来的时候呢 这个房子还是没有电的 床边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小窗 让我有种 铁窗生涯的感觉 过来这边是个小客厅 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 但窗外的景色 就 就 就是会居了 中西国际潮流名品 那种很fashion的景致 嗯 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 诶 来电了 房东自己也知道 这个房间光线不好 所以他特意安装了 先进的灯光系统 要来给我们展示 来吧 展示 哇 盖国西国圣诞书 怎么办 住大楼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我真 崩不住了 下楼后我买了杯花生拿铁 稳定了一下情绪 这个房子感觉是越看越差了 所谓年少不知城堡好 做人呢 需要有点大致的 所以我马上就去找富婆 鬼秘了解城堡的事情 然后我就出发了 在风和日丽的一个早上 我约了城堡的甜品师们 一起在这个地方会合出发 这次真的要去重宝了 我们下期继续 拜拜